好,我们说,这个是max equations,我们再加上一个Lawrence force Lawrence force,我们讲过 就包括了所有的古典动力学理论 包含了电动力学 我们现在看这个 我们如果把这个式子,13个保留这个状态 把这个调过来,把这个也调过来 这两个,这两个保持原来的状态 我们现在看这个状态 只是把这个顺序调一调而已 比如说,第一个 还是一样 Divergent 1 要等于 Row 这个没有变 第二个 Divergent B等于0 也是一样 第三个 第三个 我们把右边这一项 拿过来就变成 Parsal b over partial t 等于0 然后第四项呢 我们把 我们把 那个 Displacement Current那一项 拿过来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式子 说明一些什么 就是说 你电厂跟磁场 电厂跟磁场 它都跟什么有关呢 跟电荷密度 电流密度有关 电厂跟磁场 都与电荷及电流的分布有关 因为这个 很重要 所以我把这个 话也写出来 看来 感谢观看 这些都跟电荷与电流的分布有关 那么Lawrence Force 省事 省事 电磁 会影响 会对电荷产生力 就是会影响到这个电荷 都会对它产生影响 好 好 这个是湾整的max equations 好 好 好 在max equation 里面,磁场跟电场啊,我们看这一组。 磁场跟电场都相对称。 像这个,有磁场随时间改变会产生电场,电场随时间改变会产生磁场。 这里有个不同的地方就是,diverging1等于rho over y0,这个rho有正有负。 这个地方呢,就是每次有肉,有正就有负的存在。 然后这个,就是说电流由电荷产生的电流密度。 那这里就少了一个什么,磁银产生的一个,好像这个Jm,这是je,这是jm,少了一个这个。 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是对称,尤其是,尤其是,尤其是,在rho,即J,J为零。 是空间。 这个是零,那这两个就对称了。 这也是零,这两个就非常的对称。 maxwell equation 可以写成,diverging1等于0。 我们把电场都写在这一行。 1的curl等于负的,partia b over partial t。 然后,diverging b要等于0。 然后这个就是curl b。 因为这个等于0呢,它只剩下后面这个。 所以,电场跟磁场相对称。 电场跟磁场相对称。 。 1的确认。 1的确认。 而相对称。 如果说,就是说在这个空间没有这个自由电,没有这个电荷密度存在。 它是完全对称。 。 好,如果我们将这个。 。 我们现在都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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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以B及负取代之。 我们把电厂用B取代,比如说我们把第一式子,电厂E用B取代。 B取代,那么curlB,那么它就变成,因为row,这个当然是,这个就变成rowM,这个是零了。 它就是零了,它就变成这个。 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呢,如果我们把这个B用这个取代, 那就是说,第四是curl负取代。 那它就要等于,这个时候的,这个J就还是一样啊。 JM这个是零啊。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E呢,用B取代。 E用B取代,那就变成μ0,ε0。 我们把这个μ0,ε0消掉,符号拿过来,不就变成这一组吗? 就变成这一组吗?就变成2,变成2,即30。 你倒过来变也是一样,反之以真,反之以真,就是说你现在,我们刚刚是,这个跟这个,这个产生变化,变成这两个。 你把这两个,用这个取代,也可以变成,变成前面这一组。 好,这个是通常在这个真空中,在真空里面,我们可以, 有这个,但是在一般戒指里面啊,这种对称啊,不存在。 一般的戒指中。 不存在。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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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少了一个这个,就是说你这个是有rho,电荷的密度, 但是这里头,没有电荷密度,看起来不对称。 然后呢? 然后呢? 如果max equation能够像我们以下所写的这个四个式子就好了。 我们下啊。 跟这个一样。 我们下来问。 那么内容。 第一个,diverging1等于rho,我们把rho写到分子上好了。 然后第二个式子,就写这边好了。 好。 一会儿 感谢观看 如果能够写成这样的式子 那其中有rho m 有rho 有jm 有je 我们把这个写成rho 1好了 就是电荷密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为这个 jm j1分别是磁荷流 电荷流 这个是磁荷 密度 这是电荷密度 而且这几个 两个 两个 charge 戒为守恒 那也就是 由这个 equation of continuity 我们有这个 divergent e 要等于负的 partial rho e over partial t 就是说 如果max equation 里面 他多了一个rho m 跟jm 那就是功德圆满 那就是功德圆满 完全对称 完全对称 但是 没有这么回事 没有 就是说 没有这么好的事 我们宇宙间 找不到这样的一个 完全完美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 我们说 水来 一旦有了, rho m g j m 一旦有了,余达 一旦有了,余达 我余达 余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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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可以达到这种完美的境界 只要一旦有了这个 RowM跟JM 但是很不幸的 事实上找不到这两个东西 RowM跟JM 这是电荷密度 这叫electric charge density 你说写反了 写反了 OK 你们 如果不相信,你可以找找看 如果你找到这个单级,只单级,也找到这个JM的话 就可以得诺贝尔奖 我们现在要看一看,在这个物质里面,就是有介质 在物质里面,Max Equation是什么样的 谢谢大家 物质呢,就是像介电质,或者是有磁性材料里面 那么它可能会有极化电荷跟磁化电流的存在 磁化电流的存在 好 好 谢谢观看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讲过 RoeB一个物体被极化以后 极化以后它会产生体积的极化电荷 它是等于负的Divergent Polarization P 那么在磁性物质里面 它会有JB 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J1 它就说由这个磁化而产生的电流密度 就是在物质里头 表面就有Current Density 表面Current Density等等 那么这个以前都讲过 对不对 如果极化强度改变的话 就是说这个对时间改变 就是可以取时间的变化率 这个也可以取时间变化率 那Charge的时间变化率就变成电流密度 就变成电流密度 所以我们说磁化强度 极化强度 弱 随时间变动的话 会产生 极化电荷流 极化电荷流 然后我们称它叫做JB 那就是等于 我们写JP JP 那这个就是相当于 因为 因为这个东西变了 Directed Row B 它随时间改变 它会随时间改变 我们就 把这个 称它叫做 JP OK 不是 我们 不是这样子 我们称这样子 它会随时间改变 它随时间改变 我们就把这个叫做 极化 叫做极化电荷流 极化电荷流 OK 好 我们现在看这个 我看我们这个留在下一堂再讲 因为很多 讲一点 下支不连贯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下支我们 来讲它的详细情况 我们还剩下 礼拜三 两堂课 那么 你们考试时间 有没有定出来 讲了 助教知道 OK